我一天不能失去我精神的自由 天哪 怎么在冒烟啊 不会吧 糟糕 跳电了 我去看天下 我怎么了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我脚车还会碎片 你小心一点 下地下都碎片 糟糕 手机放在身上 你伤口没事吧 你去这张的电话帮我求救 你先不要动 现在没有电 门远打不开 我们先冷静下来 好好想办法 来 你注意 一边坐下来 小心 小心 来 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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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医生有人在吗 有没有人在里面啊 有人 喂 外面的 可不可以帮个忙啊 我被困住了 找个索假或者报警都可以 你没有电话吗 你有没有受伤啊 有没有断手还是断脚 什么断手还断脚啊 现在一片漆黑 满地又是玻璃 动都不能动 这样可以帮我了吧 欧巴桑 欧巴桑 你叫谁欧巴桑啊 你要人家帮忙嘴巴还这么坏 喂 喂 你脚不夹冲 行不行啊 好 好 外面的小妹妹 拜托你去找个人来帮忙 我现在血流不止 动都不能动 哦 好啦 我马上去叫警察啊 哎 我好像闻到里面有错位耶 是不是电线走火啊 火火已经熄灭了 现在只要把门弄开就行了 小妹妹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问了 赶快去吧 哦 那我的初夜没事吧 蛤 没事 我马上帮你叫警察 哎 外面那女的好像比我还紧张耶 人家都要救我们的还嫌人家 她会一去不回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是你害的 爸爸你们快点来 喂 里面的人 警察说十分钟以后会到 你再忍耐一下啊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可爱的小妹妹 怪噁心的 我不是小妹妹啦 不要这样叫我 好 谢谢你这位美丽又好心的小姐 可以了吧 哎 你不回去啊 我 没关系啦 我等警察到了再走 好 免得到时候你们有事找到人家帮忙 现在已经十二点多了 很难有人经过了 好 你看看人家 多善良 好啦 算我嘴尖行了吧 喂 小姐 喂 我为我刚才对你的态度跟你道歉 谢谢你好心帮我 算了吧 倒是你 你的伤还好吧 我要不要顺便叫一台救护车啊 万一你的伤口感染发炎 那就严重了 现在有一种叫做那个什么 蜂窩性组织炎 你知不知道啊 你话真的很多耶 洛丽巴说的真的好像菜市场的欧巴桑 为奇想 好 对不起跟你开个玩笑行不行 随便你怎么说 我只是要你知道外面始终有人在 我最讨厌那种孤单无处的感觉 我自己不喜欢 也不想别人和我一样 哎 里面的 警察来了 那我先走了 保重 哎 小姐 你住哪里叫什么名字啊 爸 你找我 佳山啊 你爸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情这么慎重啊 佳山 公司的经营状况出了问题 从金融风暴 房地产暴跌之后 公司在周转上就一直都很吃紧 现在 更被领到一个关键的时刻 那怎么办 我能帮上什么忙啊 我们是希望借着韦氏集团的力量 来帮助我们家渡过难关 韦氏集团 韦家的掌声是他们集团未来的接班人 她的父亲过世的很早 爷爷呢 一直想为她的孙子呢 无设一个好对象 所以 我才不要 现在是好面企业家第三代 不是脑袋里装脚活 不然就须有纪表 珊珊 你放心啦 妈看过她 论外表嘛 也是一表人才 论内涵跟谈吐嘛 也不俗啊 只是因为伪工啊 不喜欢她常曝光 要不然啊 她早就是各个企业集团的千金啊 理想的金龟序了 绝对配得过我们家大美女 你说对吧老公 那是当然了 佳珊 爸爸不会把你的终身幸福当儿戏的 何况 我也没有勉强你的意思 这件事 一定要你自己点头愿意 那才能算数 这个 只是我两全其美的一个提议 你们见个面吃个饭 应该没有关系吧 爸 情况有这么糟吗 老爸可以骗全世界的人 总不会骗我宝贝的女儿 其实 我不反对相亲 更何况如果可以帮到家里 我一定会帮的啊 只是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外贸协会 所以啊如果对方我长得像猪头 你们不要怪我掉头就跑 这才是我的乖女儿 爸 我可不可以有个小小的要求啊 什么要求 我可不可以在公司里面挑一个人陪我去呢 你啊还说不严重 都缝了十几针 我怎么知道我不流这么多血啊 好 小心小心 哎 那女的怎么说走就走啊 也不留个心理电话 不留言爸 反正啊她只是一个寂寞又孤单 而且奇怪的欧巴桑而已 你不要这么刻薄哦 你应该真的是帮我们忙好吗 干嘛 你对她有意思啊 太无聊了吧 我只是觉得 她的心思比一般人还要细腻 除此之外我别无他讲 哎 以前人家的身材长相各方面的条件都不知道 就对人家动情了 小心 期望的越高 失望的就越深 我只不过想要亲自跟她道谢 你少这么信封做浪 好啦 你一句话我帮你搞定 我找个时间约她出来吃饭 当作 配上你的脚伤 哇 你说的哦 你确定你要得到她的姓名电话 哎 我伟齐翔总是有办法 我 你ship我 你 你 借 你 你